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今天天气有点热 可是他们还是出发了 在路上的时候 老者的女儿和他说 那个地方太大了 你一个人做太辛苦了 还是请个人帮忙吧 老者说 我们今天去那里看了再说 老者的车子停了下来 他拿着铲子就准备去干了 干活了 他的女儿抱着孩子过来说 这个地方你要用铲刀得干到什么时候 老者也觉得他女儿说的对 他也想着还是请个挖掘机过来吧 他和他女儿说了一声 就离开去请人过来干活 老者的女儿带着孩子躲在这个阴凉的地方 没过多久他爸爸就拿着冰水过来了 然后又打电话催挖土机快点过来 老者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长辈 他出去还不忘给他们买饮料 老者女儿有这样一个父亲 真的是他的福气 他看见工人还没有来 又自己开始干活了 老人家总是这样一刻也闲不住 老者因为康特的事情 前段时间总是这样一刻也闲不住 老人家总是这样一刻也闲不住 老人家总是这样一刻也闲不住 老者因为 老人家总是去妈妈家 每次去都和他们搞得不愉快 从康特有了手机之后 老者再也不去妈妈那里了 前几次去他都是打听消息去的 现在买了地皮以后 他肯定天天忙着建房子 这段时间没去妈妈那里 他们可能还奇怪呢 老者的女儿不忍心爸爸辛苦 他倒了一杯水给他喝 然后拿过来产刀想要帮他干活 他爸爸看他做这些吃力 让他好好的去照顾孩子 他又继续干了起来 就在这时来了两名年轻的男人 他们让他赶快把这个地方整理好 这样他们明天才可以接下来的工作 因为这个房子合在山上 随便盖一间不一样 所以有很多事情还是要请人过来做 老者请的挖掘机已经到了 有了现代化机器的加入 他们建房子也能够轻松一点 可是老者还是依然在这里帮忙打下手 老者买这里的地皮几乎花光了积蓄 可是他觉得这是做的最正确的事情 一个安稳幸福的家是他们的终极追求 老者以前一直觉得要让他的女儿重新找一个人家嫁了 可是他们也找过了都不合适 想要找一个对他小外孙好的人太难了 老者从阿祖法身上吸取了很多的教训 想要找一个靠谱的女婿 不仅他自己要负责任对孩子好 而他的家庭也至关重要 如果男方的父母不认可 就是这个男人在优秀 他也不会同意的 因为他的女儿嫁过去也没有幸福的生活 以后还要爆发很多的矛盾 老者决定还是自己给小外孙一个依靠 要是他的女儿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最好 肯定也会欢欢喜喜送他出嫁 就在老者忙着干活的时候 他突然接到了康特的电话 其实他昨天也联系过他的 只是电话可能门信号没有打通 康特问老者 他现在在哪里 老者和他说 我昨天刚刚买了一块地皮 现在正在这里忙着建房子 你有空的话过来看看 他把地皮的地址在电话里告诉了康特 康特说他现在就过来 老者挂了电话和他的女儿说 是康特打过来的 他说马上就过来 老者的女儿心里也记挂着阿祖法 已经好几天没有看到可爱的凯撒了 他也想知道他有没有找到他们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 康特就找过来了 他和老者说 你怎么突然就在这里买了地皮 老者和他说 我一直想要买的 家里的房子已经旧了 只是这两天看到这个地方特别合适 所以我就买了下来 老者的女儿关心地问他 你有没有找到阿祖法 康特沮丧地说 他又找了很多地方 还是没有找到人 老者的女儿还给他倒了一杯水喝 看他这个样子挺憔悴的 康特问老者 这个地方靠马路很近 你是准备用来开商店吗 老者说是的 他说要想找一个合适的真不容易 他还和康特说 我觉得你就不要再去大山里找人了 现在政府管控建房子很严格的 阿祖法很有可能 就在我们这种类似的村庄里 老者的话让康特听得很有启发 他说他的这个思路不错 可是他又觉得阿祖法没有那么多钱 他一直都是这么想的 所以一直都没有猜测 他住在城里或者村里 康特和老者说 你是不是要铲平这里的土地 这些事情我来做就可以了 他已经开始在这里干活了 老者看他精神状态不错也放心了 他说你有空就来帮助我 我会给你开工资的 康特说 我怎么可能要你的工资 我只是想做些能做的事情 他在这里干了半天的活 然后和老者告辞离开了 老者让他晚上的时候住在他们家里 可是康特拒绝了 康特走后 老者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其实他并不是想让康特在这里干活 只是怕他吃也吃不好 住也没有哪里住 可是康特还是不好意思麻烦他 老者知道他是急着去找阿祖法 也没有过多的挽留他 今天给他提的建议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 他以前也觉得阿祖法应该生活在大山里 后来他发现政府这次拆除房子力度很大 不可能让他们再在大山里随意的建房子了 哪怕阿祖法再习惯住在大山里 他还是不得不换一个地方生活 康特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今天他应该会去村子里寻找 老者也特别的希望他们夫妻能重逢 你们觉得康特会找到阿祖法吗 阿祖法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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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